你应该挺年轻的吧 我帮你也打 感觉跟90差不多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冬啊 我现在是在非洲的家棚啊 今天是要准备带大家看一下中国餐厅啊 这家餐厅特别的文艺 首先呢大家看我身后呢是大西洋啊大海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阳台 这边还有个小红车 全是植被 这个地方喝茶很舒服啊 看来这个老板一定是一个文艺青年啊 然后这边出去呢就是一个小码头啊 他那个码头呢是专门运木头的 大家看到那个海上飘的都是木头 他这个木头呢是通过连排给用船拖过来的 这个是餐厅的正门啊 你看我们在这个上面看的 上面基本上能看得见的都是植物 看一下呢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边是摆的一些酒啊 老板娘 可以拍吗 我觉得这个餐厅太漂亮了 然后我就拍了一下 你这吃的是什么 你可能不太看 就是今天那个小黑孩就是他们小孩 就是不上学那些 他们都会从门口这个海边嘛 就是抓一些螃蟹 抓一些小锅螃蟹来 然后他就是一大堆给你卖个小五千郎 当零花钱还挺多的 刚才刚送来一包 老板娘您在餐厅布置花了多长时间 我自己大概有三个月吧 三个月 所有东西都当地取的吗 对当地取的 挺好啊 看着他这边餐厅开了有多长时间 一年 一年 应该多一点 对是在疫情过后 老板娘是哪里人啊 大连的 大连 所以你们这边做海鲜比较多是吧 还好吧 海鲜都是法国的海鲜 海鲜好 在楼上 要喝一瓶 我弟弟去做旁边有法郎 你们这个是几层啊 我这个是四层 我自己四层五层半 买的啊 不是租的 你们这餐厅就一个人负责吗 对我自己 然后厨师傅帮了很多忙 厨师是中国的呗 对都是中国的 所以这边除了吃饭还能干哈 喝茶 喝茶 没假 还可以打完相当 有时候有 有时候有 你应该挺年轻的吧 我80年了 感觉 感觉跟90差不多 是 您就是一直在家棚 还是去过其他地方开 没有 就在这 没出过大连 出了大连就跑这了 挺好 这地方不错 嗯 呆行过了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二年了 就之前都是一直做餐厅吗 对 没假的 没假 对对 没假发狼 我觉得这个一套挺好的 啥都有 对对对 这边的那个空气气口好 对对 还有湿润 很湿润 我觉得很湿润 它皮肤我从来都不用灭膜 嗯 在其他地方我都有用灭膜 房东也是中国人吗 黎巴嫩人 黎巴嫩人 这上面你是做民宿 没有 我自己住的 还有厨师做的 然后有KTV 有客房 还有KTV 对对对 这边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厅 大包厢 你那种好多少 主要人 20个人 20 挺好啊 对 讲真的这个餐厅真的很不错啊 你能想象得到这是在非洲吗 这是家鹏最好的餐厅啊 的确看起来还是挺高档的很不错 就是也比较温馨啊 而且老板娘也是个美女 这个是什么铁板牛肉 铁板牛肉 荷兰豆跟猴片 也是进口过来的 荷兰豆应该是进口的 应该是进口的 你刚才说这个一个菜是大概多少钱 一万五 一万五 一百五人民币 差不多 嗯 这个消费在家鹏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呢 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嗯 对 对于当地人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敢过来吃 一顿就没有了 对啊 工资就没有了 一天的工资就没有了 那他们这边当地人的工资一个月 普通的工人 最低工资是十五万 就是一千五 对 那要比多哥那边高了三四倍 三四倍 那边最低工资四百人民币 嗯 丁丁 这也是中国餐厅 嗯 然后温州餐厅 还有这一家 六家 然后再加上那个 六家 大概还有个烤肉店 还有个烤鸡 烤肉店 大概十家 十家中餐厅 十家中餐厅 中国人家鹏大概有多少呢 中国家在 目前呢 据他们统计大概是三四千 三四千 天哪 所以三四千人能够待起来的消费权也很大 也很大 尤其是餐厅 KTV 还有大世界 KTV在非洲是比较赚钱的 这是十八 清真十八 它这一碗米饭是不是得三千 两千 那这道鱼价格应该也挺贵的 一万八 一万八 就差不多快两百了 嗯 嗯